因為他們就是趁著早上的空檔 第一班機,然後第一個領客 他們想說我們的檢查會比較鬆氣 然後所以他們就趁這個時間 第一班或是最後一個人就進來這樣 然後進來以後,因為有時候他們剛起班 然後精神狀況警覺性不是很高 他們就會抓這個漏洞 看可不可以這樣子順利就可以過關 基本上這樣 然後覺得可疑了 然後就跟我的同事交換那個檢查位置 然後請他去前面幫我看證件 然後我在後面檢查他的身體 現在進來了 然後就請他到我旁邊來這邊看一下 這時候檢查之後就會轉慢一點 然後他越慢 然後他的那個精神壓力就會越大 然後就比較容易露出他的比較多破炸 然後手會抖啊 或是那個呼吸會急促啊 然後這個時候你還要跟他講話 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會開始有點顫抖 或者有時候呢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皮夾我看一下 順便要摸一下他手 他有沒有手氣有沒有冒汗 這樣子 以這種各種方式來推銷 他有沒有帶一些奇怪的微鏡品 然後收聲的時候說很慢 然後呢 重複的再回頭再一次 兩次這樣子 然後覺得可疑了 就頂發到旁邊去 慢慢的這樣子 因為到旁邊去了 他後面是QLINE 如果要跑的話 他要趕掉過那個P 他就會比較有阻擋性 而不是說 衝的那麼多 都衝這樣 又暢行不足 然後現在 找到了 然後他就說 我自己拿出來 不要帶刀子 然後 證件拿著 然後帶到後面來